世界上18个最快的人是谁你都知道吗 有些人快到超乎你的想象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那些世界上最快的男人女人们 全程功能切不眨眼 一 赚钱速度最快的人 俗话说钱难赚使难吃 但有的人赚钱就跟吃饭一样简单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他每年的收入至少有700亿 算下来一天就有2亿的收入 再算下来每分钟就能赚13.5万元 这个赚钱速度八辈子都比不上 老黑羡慕的泪水直接从嘴里流出来 二 上楼梯最快的人 一口气上五层楼都不算傻 来自我国重庆的这位何师傅 创下了一个旋转上楼梯最快的世界记录 他只用了27秒012 就边旋转边爬上了50级台阶 就跟陀罗似的 老黑光是看到他旋转就已经头晕眼花了 据了解何师傅已经训练了五年 每天花三个小时旋转爬台阶 不愧是来自山城的能忍 三 手足并用跑最快的人 两条腿跑步最快的人是博尔特 但手脚并用跑步最快的人来自日本 这位叫做伊藤健一的日本男人 像动物一样手脚并用 跑了100米居然只花了17.47秒 这个速度可能比有些四条腿的动物都快 很多人想保持这个姿势不动都不容易 更别说跑步了 四 跳绳最快的人 这又是一位来自咱中国的快男 一位叫做林永达的小伙子 他一分钟能够跳绳649下 绳子挥舞起来连残影都看不到 除了弹跳力要惊人以外 他的手臂力量也十分了得 如果是你 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下呢 那么除了这些牛人 世界上还有哪些最快的人呢 世界上最快的人 五 打字最快的人 你一分钟电脑打字能打多少个 杰克这位叫做马特斯科娃的男子 是真正的键盘侠 一分钟打出了807个字 这个手速每个20年是练不出来的 要打字这么快 不仅要手指灵活 眼睛和脑子反应也得快 而我国打字最快的人 是一位名叫王军的人 他在10分钟之内打了3165个字 这种手速打游戏应该很爽吧 六 数钱最快的人 我国一位叫做范靖的奇女子 在2010年时 以58秒数钱400张的速度 成为了世界上数钱最快的人 别说数这么快了 老黑400张钱都拿不出来 七 脱衣服最快的人 七秒钟你能干点啥 世界上脱衣最快的人 能在七秒钟 把身上的所有衣物全部脱干净 你还没回过神来 他就把自己从里到外 脱得一丝不挂了 谁看了都得惊掉下巴 八 说话最快的人 爱听相声的人就知道 嘴皮子溜的人 说话就跟机关枪似的 那意大利这位70多岁的老人家嘴里 绝对是装了机关枪 他能在一秒钟之内 说11个字 要知道 说的可不是中文的一个字 而是11个英文单词 要是中文 老黑一秒钟能说21个字 九 戴口罩最快的人 虽然很离谱 但是意大利有一名叫做 罗科莫丘里奥的男子 在6.19秒内戴上10个口罩 你也赶紧拿出口罩试试 你能戴上几个吧 十 拆卫生纸最快的人 卷筒卫生纸最难拆 稍微用点力就撕破了 还撕不开 但塞尔维亚这名男子只用一只手就能拆开卫生纸 并且只用17秒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你也赶紧试一试 11 吃卷饼最快的人 德国一名叫做亚历山大的男子 在不喝水的情况下 用1分42秒吃掉了一个卷饼 这个纪录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咱们的吃播们估计一口一个 然而除了这些人 还有更快的人在后面 18个世界上最快的人 12 解内衣最快的人 这绝对是无敌的手速 国外一名40多岁的男子 在一分钟解开了91件内衣 这个画面相当具有冲击力 而他的手速也引得所有人惊呼 最后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据了解这名男子是一个内衣设计师 熟悉内衣的他 结起内衣来也是信手年来 这个手速谁羡慕了 我不说 13 吹爆气球最快的人 要将一个气球吹爆 不只需要肺活量 还需要胆量 国外一挑战者在13.62秒内 就将一个大气球给吹爆了 你敢试试吗 14 打鸡蛋最快的人 美国华盛顿有一位厨师 他能在一分钟内打32个鸡蛋 这可不是单纯的将鸡蛋打烂 而是将鸡蛋不带一点蛋壳的情况下 完好的打到碗里 画面看起来十分流畅 强迫症患者看起来相当舒服 你一分钟能打几个鸡蛋呢 15 拨香蕉最快的人 美国一名叫做崔克波特莱迪的男子 在一分钟之后拨开了八个香蕉 并创下了吉尼茨世界纪录 咱也不知道这个速度快在哪里 说不定你也轻轻松松能够做到 16 穿衣服最快的人 美国一名叫做大V的男子 用15秒穿上了实践T恤 被打破这个吉尼茨世界纪录 他每年都会练习 要是身上出了一点汗 就会导致速度减慢 老黑只有在早上起碗了的时候 才会有这么快的穿衣速度 17 拼魔方最快的人 会玩魔方就已经很厉害了 美国一名14岁的男孩 卢卡斯艾特尔只花了4.904秒 就将一个魔方给拼好了 老黑眼睛还没看清楚 他就已经完成了 简直是牛大发了 18 出拳速度最快的人 国外一名叫做法里德伯林的男子 能在一分钟内出拳700多次 每一次都快速又有力 这一拳要是打在身上 肯定得疼很久 你还知道哪些最快的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讨论 重复5分钟